现在我们学练杨氏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是我国各种太极拳当中开展最广泛的一种 它的动作柔和均匀舒展连贯老幼咸宜 太极拳在我国流传的历史悠久群众广泛 有很好的健身医疗作用 同时也包含了很高深的攻防技巧 在它的权术理论当中也闪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哲学原理 使人们通过太极拳锻炼不但可以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而且很好地提高武术修养 但是随着太极拳竞赛活动的开展 传统太极拳套路也显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传统太极拳时间太长 内容重复的式子太多 这样给竞赛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传统太极拳的一些动作 一些代表性的动作 常常是以右式出现或者以左式出现 缺少呢显得缺少对称性的内容 就显得偏于一端 总之这些个传统太极拳套路的一些缺点 随着在竞赛当中 在初学者学练当中就有它显现了不足 中国武术研究院组织了国内的有名的太极拳家 教练员运动员 共同编制了各种传统太极拳的竞赛套路 阳式我们要学的阳式四十式太极拳 就是这几种竞赛套路的一种 我们又叫做阳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那么这套套路一共是四十个动作 它有明显的优点 第一是它的传统性 很好的体现了传统阳式太极拳的风格特点 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是传统阳式太极拳在武术竞赛当中的表现 第二是它的健身性 那么人们呢 在一些主要动作上增加了对称的右式或者左式 这样就更符合人体的健身需要和运动竞赛的特点 第三是这个套路的竞赛性 这个套路的创编 完全是根据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 时间内容组别 甚至场地的布局方向都符合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 这样就为大家的公平竞争 公平比赛提供了方便 各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制定 不仅是推动了太极拳竞赛运动的发展 也给群众性的太极拳运动 可以推动和方便 下边我们就请大家先欣赏一遍 羊世太极拳竞赛套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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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学习前面的五个动作 这五个动作是 一 起视 二 蓝雀尾 三 单边 四 提手上视 五 白鹤亮翅 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五个动作的正面演示 一 起视 二 蓝雀尾 三 单边 四 提手上视 五 白鹤亮翅 好 下面请看慢动作演练 预备的时候 身体自然直立 心静体松 精神集中 一 起视 分角 两臂前平举 轻轻垂落 按于大腿的两侧 二 蓝雀尾 转腰 曲腿 抱手 向前上步 攻步左膨 右膨 微扣脚 收脚 抱手 上步 攻步右膨 翻闸 前引 坐腿后驴 搭手 攻步前脊 转腰 坐腿 坐腿 收手 公步 前按 三 单边 转腰 坐腿 扣脚 白手 再坐回去 收脚 上步 勾手 推掌 四 提手上视 坐腿 扣脚 转腰 坐回来 两手 体前相合 呈虚步 五 白河亮翅 转腰 分手合抱 活步 虚步 分手亮掌 请看背向演练 预备 一 启示 四 二 南确尾 二 南确尾 三 三 单边 四 提手上视 五 白河亮翅 好 还原 下面我讲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要点 预备式的时候和各式太极拳要求一样 二 身体自然放松 端正的 两臂垂于身体的两侧 呼吸平稳自然 精神集中 启示 一 左脚分开半步与肩同宽 二 轻轻地把手前平举 三 沉肩 三 阻轻 坐腕 两手向下落岸 停于大腿的两侧 有的传统套路 预备式的时候呢 是从开立步开始 并不是从并步开始 但是 作为竞赛套路 武术竞赛规则规定 运动员上场以后 身体的任何部位 只要一动 就算开始 就要开始计时 所以 运动员 只要是脚轻轻移动 那么就已经算起始了 有的武术套路 脚没移动 仅仅是头和眼神 比如说 也算动作开始 也算起始 也开始计时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阳式太极拳的竞赛套路 我们并腿直立 算作预备动作 不算作开始 起始的第一动 第二动 第三动 这个动作呢 要注意 长 微微向下按 要坐腕梳指 掌心向下 第二动 蓝雀尾 边趋蹲 边转身 边抱手 边抱手 收脚 然后 上步 捧手 捧是捧架的意思 手放在身体的前面 来承接对方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使对方的进攻 不至于靠近自己的身体 筑起来 筑起了一道保护墙 太极拳的术语叫做捧手 那么我们第一节 第一节启示的几个动作 打过太极拳的朋友 你会发现和 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很近似 但是 也有一些个细微的差别 请你要特别的注意区分开 42式太极拳 抱手以后 捧手是向前看 公布向前看 40式阳式竞赛套路 向右看 42式竞赛套路 阳式竞赛套路 下面一个动作是右捧手 前脚尖微微的内扣 再抱手 高不过肩 低不过腰 好像抱着一个球 两臂呢 要 饱满 捧圆 转身 向膝上部 双手 前捧 42式太极拳 还是单手 右捧 这里是双手前捧 左手指尖贴近 右手的万关节内侧 仍然是捧手 捧 承接 捧架 单手捧架 对方也是双手 两个手都向前去捧架 在推手里头 单推手 双推手的接手动作 单推手 双推手 作用都是向前承接对方 捧 捧回来 捧到腹前 和42式太极拳相同 传统的练法 有的也和这个动作小有区别 铝顺势把对方拉回来 叫做铝 这里的练法 利点在两掌 用两个掌轻轻的顺着劲 铝回来 铝带到自己的腹前 利点在掌心 也有的练法是 一个手去承接把它捧回来 那个手呢 用钳臂去滚动 用一个掌 一个臂 我们叫做肘步 肘法 滚肘把它给捧回来 同一个流派的太极拳套路 也有不同的练法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 铝在重 利点在掌心 所以 坐腿转腰后铝到腹前 简化24式太极拳是铝到身后 这里是铝到腹前 翻掌搭手 公布前挤 公布前挤 挤 贴住对方的身体 把对方给挤压出去 后手推送着前臂 利点在你的前臂的外侧 把它给挤压出去 挤压出去 那么后手扶的位置是在前臂的内侧 用外侧 前臂的外侧挤压对方 挤出去 然后 再把手引回来 也叫后棚 前按 方向正西 四十二十太极拳 后棚的时候 坐腿翘起前脚尖 四十式 阳式竞赛套路 前脚尖不翘 这是第二个动作 蓝确尾 有的太极拳套路 把这个动作叫做蓝扎衣 蓝扎衣的意思 也是把衣服揽起来 扎在腰带里边 动作 都包括了 捧手 驴手 急 和向前的推按 那么这个 太极拳的一个特有的术语 向前 叫做前按 向下 叫做下按 和推 稍稍有一点区别 这个我们 后边还会介绍到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单边 转身 平摆 再向右坐腿转身 向右平摆 勾手 收脚 上步 推掌 转向正东 转腰平摆 或者叫平摸 再回来 勾手 简化太极拳是 立元交叉摆过来 再立元交叉摆过去 勾手 定式 定式 都是一样的 注意 连接过程的当中的 这些个 细微的差别 第四个动作 提手上式 重心后移 前脚尖内扣 两手 两手 合一胸前 方向正难 和起式的方向一致 往往为了说清动作的方向 我们假设面向难起式 这个提手 动作虚步 和起式方向相同 四十二式 竞赛套路 向西南 方向略有不同 提手上式的 两者的 动作的攻防含义 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合手 掘臂 牵引着 他扶着对方的一个手腕 那个手贴着他的 手臂 用一种 合劲 我们也叫拿法 拘拿 第五个动作 白鹤亮翅 转腰 摆臂 合抱 转向身体 转向东 同时 右脚 活步移动 微微向后撤 脚前掌着地 我们把这种轻微的移动调整 叫做活步 我们这里调整的方向 是转身向着 微微向后撤 移一点 重心 后移 分手 转成正东的 须部 分掌 这个动作 也和四十二式和简化太极拳都有所小的区别 四十二式太极拳 四十式阳式竞赛套路 那么 两种做法在我们传统的练习当中 这种差异是经常出现的 我们这个套路采用的是 上面的手掌心向前 下面的手按于体侧 白河亮翅的作用在这里也是 掘臂 一个手向下按 那个手向上撑 分开 也是一个掘拿的手法 这五个动作 大家 对太极拳 练过太极拳的朋友来说 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要注意他们 和简化太极拳 和四十二式太极拳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我们在这五个动作当中 出现了两种手型 掌 五指自然分开 虎口呐 成虎圆形 掌心微内涵 既要舒展 又不能僵硬 勾手 五指自然捏拢 指尖捏拢 五指呢 是自然伸直 趋腕上蹄 勾手 在做这一段的时候 请注意太极拳的身法 阳式太极拳 身形的要领是中正安舒 端正的坐下来 自然中正 舒展安定 好像坐在自己的腿上 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 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 来练拳 坐在一条腿上 坐在一条腿上 出脚 不要前伏 不要后仰 不要歪扭 注意身形保持端正 屈腿 坐在腿上 端正的 来打拳 好 下面我们再接着学 下面的四个动作 第六动到第九动 请看这四个动作 六 楼西奥布 五 七 手挥琵琶 八 斑蓝锤 九 九 如风刺壁 好 好 请看 动作分解慢练 六 六 楼西奥布 白手 转腰 收脚 上 步 楼手 推掌 攻步 第二个楼西奥布 转腰 撇脚 白手 收脚 上 步 攻步楼推 第三个 转腰 白手 攻步 楼推 第七动 第七动 手挥琵琶 跟步 坐腿 白手 合手 须部 第八动 搬蓝锤 转腰 撇脚 握拳 上步 搬拳 上步 蓝掌 攻步 打锤 腿 第九动 如风刺壁 插手 坐腿 后引 公步 前按 三 请看背向 分动演练 六 楼西奥布 五 七 手挥琵琶 八 斑蓝锤 九 如风刺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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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九 如风刺壁 好 我再讲一下这四个动作的要点 六 楼西奥布 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了动作的内容 名称已经表示的很清楚 楼西一个手从膝盖前边楼过来 是一个防手的动作 楼手的动作 奥布 左脚在前的话 用另外一只手叫做奥布 用另外一只手 去进攻 完整的名称应该叫做 楼西奥布推长 楼西奥布这个动作 也是各流派太极拳 都有的一个重点的动作 我们在这里的做法是 摆动两手 向右转腰 收脚 曲臂 上步 准备楼推 公布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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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和四十二十太拳的楼西奥布 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脚呢 重心的移动 比较小 不明显 重心基本在前脚上 石脚的脚尖转动 四十二十 重心移动比较明显 我们这样 重心移动 比较小 转腰撇脚 重心不要有明显的后移 其他的要领 都是一致的 在做奥公布的时候 奥公布 奥公布的时候 公布的宽度 要适当的放宽 大约呢 三十厘米 两至三全宽 这样你的重心 支撑面 比较大 比较容易稳定 下边 是手挥琵琶 这个动作是一个 像型的动作名称 好像弹琵琶 抱琵琶一样 实际上这个动作 仍然也是一个 合手绝壁的动作 根部 弧线向前上方摆动 两个手前后交错 再合在体前 指尖斜向上 掌心呢 朝向左右 下面的手 掌心对准的肘关节 还是一个掌手 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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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变成了正东 第八动 搬拦锤 转腰 撇脚握拳 搬拳 上步 脚尖 白脚 上步 搬拳 搬拳 再上步 拦 拦掌 攻步 打拳 左手 停在右前臂的内侧 右前臂的内侧 力掌 扶在这儿 这个动作名称 也表现了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 搬 拦 搬 打拳 搬 隔挡 把对方的进攻 破坏掉 搬拳 蓝拳 向外向内向外向内的主拦 好像拳击也是这样 只不过他的术语不叫搬和蓝 也是搬蓝 用武术的术语来说也是搬蓝锤 同样的道理 武术的动作大部分是由攻防含义的动作组成 这里 搬 搬 向下向外 向下向外搬押 左手就停在你的身前 四十二式 四十二式 常常是比较大的停在体侧 这个停在身前 拦掌的时候 两个手呢 有点前后的交错 四十二式呢 常常是弧线的摆动收回来 弧线的拦出去 这里的呢 有点直线的 推和收 但是 不是推掌 不是推掌 是前伸 还是蓝 坐腕 内核 把它给拨开 还是蓝掌 攻步打拳 力点在拳面 力拳 冲达 向前 所以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 它的名称已经充分表现了 连续的上两步 最后第九动 第九动 插手 先是手心向下 简化太极拳 一插手 就翻转 那么在这里 一插手手心向下 边走边翻转 边收边翻转 在推之前 一乘一翻 再推按出去 很细微的差别 很细微的差别 但是你要注意到 把它表现得细致入微 二十四诗 一插就翻 收 这里的 最后的 推按还是一致的 动作的攻防含义是一致的 他们呢 这些动作都是 取材于传统的阳式太极拳 小小的细微差别 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地区 练法有所不同 是很自然的 这个动作的含义是 先向后引或者叫后棚 使对方引进落空 引完了以后 把对方重心 控制不失重以后 乘势推出去 引而后推 这个样的推 我们太极拳的术语 叫做前按 一定有一个弧线的引进 再推 我们开始的 驴挤以后 蓝雀尾的也是这样 引 推 如风四壁 是滚动两个手 边引边分开 边引边挂开 有一个后收和分手的过程 再翻掌前推 仍然是引而后推 这就叫做前按 搂习奥不 驱臂向前直推 不能叫按 只能叫搂推 不能叫搂按 如果是搂按的话 人们会以为是说的左手 连搂带按 最后一个动作 引手的时候 前脚尖也不翘 前脚也不翘 仍然是松腰 顶头 端正的 坐在腿上 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了第一段的九个动作 请大家再看一遍这九个动作的背向连贯演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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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 第二段一共有五个动作 这五个动作是 十 十 十 斜飞式 十一 肘底锤 十二 倒卷弓 十三 左右穿梭 十四 左右野马 左右野马分钟 左右野马分钟 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五个动作 十斜飞式 十一 轴底锤 十二 倒卷弓 十三 左右穿梭 十四 左右野马分钟 好 请再看分解慢动作示范 十 斜肥式 坐腿转腰摆手 坐腿抱手 向右后转身 斜向西北 攻步分手 十一 轴底锤 坐腿转腰回转 抱手收脚 上步 捧手 摆动 握拳穿掌 须部 转向正东 十二 倒卷弓 转腰白手翻掌 退步卷弓 须部前推 第二个 白掌卷弓 前推 十三 左右穿梭 扣脚 扣脚 转身 抱手 向西南上步 驾推掌 第二个 穿梭 摩掌 抱手 向西北上步 驾推掌 公步 十四动 左右野马分钟 抱手 摩掌 抱手 收脚 斜前方 斜向西南 公步 分靠 第二个 右野马分钟 抱手 收脚 向正西 公步 分靠 好 再请看背向演练 十 斜飞式 十一 轴底锤 十二 道卷弓 十三 左右穿梭 十四 左右野马分钟 好 我再讲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要点 第一个动作就是第十动叫斜飞式 斜飞式这个动作是转身斜向后方两臂展开 分展 那么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呢 一个手擒住对方的手腕 那个手插向对方的腋下 转身插 轮 分 这个动作呢 有人说是转身靠 但是我们教材呢 把这个动作叫做猎手 猎手 猎手 是太极拳的一个八种主要手法之一 捧 驴 几 按 踩 猎 走 靠 猎是什么意思呢 横着扭转 把对方给绝转 把对方给绝转 横着打 所以我们说横列 把他给扭 扭转他 这个动作你看是不是 就是一个手抓住他 那个手伸到他的腋下 由左向后把他给 撅倒 所以呢 叫做转身横列 更合适一点 做法是 扣脚转身白掌 抱手 收脚 再迈出去 继续向后转 右后转 转向西北 公部分手 右手与头高 手心向上 左手按在体侧 上体略略可以向前扶 探一点身 这是呢 由于这个手法的需要 第十一动 再转回来向正东 是轴底锤 轴下边有一个拳 这个动作 从名称上看不出 这个动作的攻防的含义 实际上 使向前 擒桌 抓住他 擒住他 往回一拉 这个手穿出去 当头一掌 劈掌 侧立掌 抓住 劈打 穿劈掌 做法 做法是 坐腿 转身 摆回来 再坐回去 抱手 转身 上步 彭架 摆掌 去擒握他 根部 裸手 抓回来 穿掌 前一批 那个右手 停在 力拳 停在 肘的内侧下方 不要认为 肘底锤 就一定正下方 这样你会 姿势 很紧张 还是要舒展 把意思 做出来 是内下方 这两个动作 向右后 做了一个转身 向左后 做了一个转身 做了一个转换 这种转身的动作 杨氏太极拳要求 虚实要分清 两个腿 重心要移动 要充分 坐腿 转腰 扣脚 再坐回来 提脚 轻轻地迈出去 虚实要分明 收脚 出脚 和太极拳的步法一样 脉步如猫形 脉步如屡兵 就是要 清零平稳的 回来时候也是这样 摆回来 坐腿 扣脚 再把脚收起来 提 轻提 轻落 提 落 提 落 不能 落 砸地 提 后灯 灯 砸 灯 砸 或者是 翻靴亮底 出而不落 这种紧张 生硬 我们叫做 灯 砸 翻 这种 步法 都是不符合 要领的 不符合 脉步如猫形的 我们要求呢 柔和 清零 平稳 但是不紧张 转身 一定要做到虚实 分清 脚要清起 轻落 第二点 转身的时候 更容易 辅身 秃臀 弯腰 常常做到 本来姿势很正 向右一转 造成这样的原因 常常是曲腿 落胯不够 腿部力量不足 重心 身高 如果 曲腿 落胯 身体就能保持 端正 重心也能保持 平稳 腿 一吃力 就会发生 抚养 歪斜的现象 解决的办法是 曲腿 落胯 立腰 再收脚 注意转身 保持身法的中正 曲腿落胯 转 落胯 曲腿 抱 轻轻的出脚 分 回来 轻落 根部 握拳 披掌 到了定式 还是要端正的 坐在腿上 曲腿 落胯 立腰 沉肩 顶头 捧手 寒胸 十二动 倒 卷弓 顾名思义 在倒退当中 在倒退当中 退行当中 卷弓 就是曲臂 曲臂 卷弓 再向前推出去 倒 退步 卷弓 须部前推 最后这个动作 是在退步当中的反攻 当然是须部推掌 这个动作呢 在简化太极拳 与这个 四十二十太极拳 动作 要领 做法 都是相同的 在传统的 练法当中 在随推 随做的时候 有一个扭直前脚的过程 有一个扭直前脚的过程 是脚尖 围轴 扭转 还是脚跟围轴 扭转 在不同地区的练法上 也有不同的差别 这些都是很细微的 总之 要做成虚部 前脚扭直 前脚掌着地 比较起来 那么应该说 脚掌围轴 转动脚跟 最后脚跟 清离地面 是脚前掌 着地的虚部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是脚掌围轴 提脚跟 连转带提 比较方便 十三动 左右穿梭 也叫左右育女穿梭 那么一个退步 两个退步 以后又是一个转身 这回是前脚跟落地 扣脚尖 向后转 右后转 右手 送上前 上 翻转 转身 抱手 再坐回来 脚跟转动 把脚提起来 成了一个 坐步的抱手 我们叫做 半坐盘 既不是虚部 常常这种坐步 是在动作过程当中出现 既不是交叉部 也不是歇部 也不是坐盘部 是一个半坐盘 高歇部 或者就叫做坐步 重心呢 还是在两腿之间 然后重心在前移 向西南方向 向西南方向 架推掌 又是一个奥公部的架推 把架的手放下来 就是一个斜方向的 楼西奥部的定式 把它举起来 就是左穿梭 武术 武术有个习惯 奥部的时候 区分左右 不是以手为准 是以腿为准 左脚在前的公部 叫做左什么什么 右脚在前 叫右什么 右势 所以有的人说 你这个不是左穿梭 是右穿梭 右手在穿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以腿为准 所以是左穿梭 斜向西南 架推 架推掌的时候 奥公部 又把手举起来 不要因为举手 耸肩歪头 甚至于两个腿 又是拧麻花 交叉 紧张歪扭 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宽度 推手的方向 和脚尖的方向一致 举手的时候 要沉肩 顶头 而不是耸肩缩薄 举手不耸肩 推掌 手脚要协调一致 公部 要留出一定的宽度 保持重心的平稳 第二个 右穿梭 重心稍后移 抹一个弧 右手抹一个弧 再抱手收脚 转腰上步 再做一个架推 最后移动 左右引满分钟 左手抹一个弧 重心稍稍向后移 脚尖不转 提后脚 抱手 斜前方上步 西南 又是一个分 靠 这个是个分靠 不能叫做横脸 是向前 偏向斜前 向前分开 力点在前臂 挤靠对方 踩列走靠 太极拳的八法 重要八法之一 再做一个 这个方向 是西南 下边 马上 就收脚 奔向正西 奔向正西 再做正西的 叶马分钟 这几个 左右穿梭 左右叶马分钟 注意有的时候 加了一个小的 魔掌 抱手 有的时候 最后一个 叶马分钟 没有加小魔掌 直接上前 根部抱手 这些细微的差别 请大家要注意到 下面再请大家看一下 这五个动作的 背向连贯演练 好 开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